感谢关注哈萨克斯坦的主体民族是哈萨克族 而在我们中国也有一部分哈萨克族生活在新疆和甘肃等地 哈萨克族抵抗多国 而在俄罗斯影响下的哈萨克族走上了一条 不同于在中国哈萨克族的发展的历史道路 最重要的影响就是受到了俄罗斯文化的影响 今天的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是普遍讲俄语和哈萨克语双语的 而俄罗斯化的哈萨克族在语言上文字上和甚至宗教信仰上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 而最重要的变化发生在生产生活领域 过去的由木为主的哈萨克人转化成了工业化大生产 社会化大生产之后的